大家好我是大千 我在全国最大的S手机批发市场 每天为大家提供最真实的老航行情 这台是给上海的粉丝安排的 14 Pro Max 128G的国航金色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机器的边框 是有一点轻微的弯曲的 因为上一个机组啊 他是不小心把它做到了 这个机器再把它到明年的9月13号 然后我们的一个拿货价格是7700米 如果是去年的行情 这种弯曲的机型 基本上是不可能有人要的 但是如今14 Pro Max ETB 比官网还溢价2000多 这种变态的行情 导致二手机器更加畅销了 有很多小伙伴想了解 14系列的美版行情啊 大千也分享到屏幕上 一个是25号的 一个是26号的 可以看到美版也开始公布应求了 而且14PM也开始涨价了 看来还是有很多兄弟 抵挡不住价格的诱惑啊 不过大千还是建议各位 谨慎的选择美版的14系列 下面这台是给辽宁的一个粉丝安排的 国航14 128G的白色机器 它是全新紧急活了十几天 可以看到是再保到明年的11月11号 这台机器我们的一个拿货价格是4900米 整个机器是全新紧急活的一个状况 没有任何的磕碰和瑕疵 这里大千在这里提一下 14跟13的处理器都是A15的 都是一样的 在性能上体验上跟13没有区别 大家如果想省钱的话 可以拿全新的13 128G 我们的一个拿货价格是4400米 下面这台是国航的13 Pro Max 128G的白色亮机 电池效率是98%的 这台我们的拿货行情是6300米 如果是256G的话 目前拿货行情是在6900米 512G的在7100米 1TB的在8000米附近 下面这台是国航的12 Pro 256G的金色亮机 是一个全原装紧更换的一个新的电池 机身是一个正常使用痕迹 没有严重的磕碰 屏幕也是非常好的 没有划痕 这个机器我们的拿货价格是4000米 下面这台是国航的11 Pro Max 256G的金色亮机 整体外观是达到了98型 没有拆修 它的电池是90%效率的原装电池效率 是没有换过电池的 然后屏幕是有一点点暗花 这里暗花刚好说明了屏幕是没有听过打磨的 这个机器我们的拿货行情是3400米 下面这台XS是我们高价在市场淘着一台充电一次电池效率100的XS 有的兄弟又会说了 这个机器怎么可能还有充电一次的 毕竟是18年的机器了 但是兄弟们 这个机器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序列号 是载保200多天的一台iPhone XS 可以说非常的稀有了 这个机器我们的拿货价格是1900米 如果是正常的普通XS256的 目前拿货行情是1600米左右 下面这台是国行的8P256G的一个黑色亮晶 是全员装紧更换的一个电池 毕竟这个机型太老了 电池都不行了 都要换新的电池 这个机器的我们一个拿货行情是1400米 好 关注我了解更多的数码产品的真实行情